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神參與在我們的生命之中 我們有幾個經文 這種言經方式是我常常做的 怎樣常常做呢 就是有時這個經文講A 例如有一個大觀念 有A的角度 第二個觀念講B的角度 第三個觀念有講 或者其他角度 到底集合在一起是怎樣呢 我們時時都很多方面去研究 譬如神的計劃 神的生命的計劃 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我又在聖經裡面搜尋 譬如神的計劃有些人就說 這樣的埋怨的話 我曾經試過有一次有個基督 他說我不信神在人的生命有計劃 為甚麼呢 他說如果有計劃 神計劃我離婚呢 那個人是離婚的 他有這麼多問題嗎 當時這個人都很大脾氣 我也沒有再跟他講了 因為他當時說不太接納我去解釋 因為他身份的緣故 他不太想聽 我就一邊搜尋一邊搜尋 我看到譬如約瑟的例子 約瑟會說他的哥哥們想出賣他 但是呢 神的意思原來是好的 你看到這個關於計劃的問題 不是神計劃他的哥哥出賣他 而是神計劃在他的哥哥出賣他的時候 然後又如何去祝福他 即是他計劃不在序 某些人離婚 被人解釋又有魚 有些人發生不好的事 這些都是世人所做的 是最大的後果 就不是神做的 有些人會以為 我心裡每一件事都是神計劃的 我出生是被父母罵 神計劃我 被父母罵 我父母又不疼我 神也計劃我 這樣 這就是一個錯誤的了解 為什麼看得到呢 因為聖經說到 那些兄弟的意思是害他 但是呢 神的意思是好一點 即是神不是要害他 就看得到他發生不好的事 而不是神做的 而是人做的 即是說 我會去研究 傳本聖經去找 不同的經文去找 要找到一個答案 那這種精神 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學的 那我呢 也有時發現 有些很錯誤的教導 是在基督徒的群體 我完全不是想攻擊的 我只是說 有些群體他們會 按照人的意思 就有些結論 是聖經沒有說到的 那我們要學一件事 就是 我們所有的教導 是由聖經來拿出來的 這樣的時候 就是肯定 即是肯定是神的說話 就不是人的說話 有些教導 你可以這樣說 即是說 聖經沒有說 不過觀念有 我們應用是可以的 譬如聖經沒有主學 你不一定要有主學 我才會做主學 我們就會知道 聖經是想人查聖經 聖經是想人家去 教導小孩子 或者教導成年人 所以有主學 是合乎聖經的教導 雖然聖經沒有說 我們可以跟從 所以這樣跟從是可以的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 會有兩種極端 一種極端 就是很多教導 是聖經沒有說的 而是肯定的 有時候有些人 我覺得他沒有害 我就會參考 可能有幫助 即是我會參考 如果他稍為有些問題 我就會不做 現在我發現有些教導 就是怎樣 是聖經 即是跟聖經有直接抵觸 但是有些人依然是跟從的 這些教導是會有問題的 例如我 這個可能有一個人的誤會 我現在講的例子 就是我們對於查經 言經的態度 曾經有一個人 他跟我聊天 他就說 有一個人教導 就說 你奉耶穌的名求什麼都行 他說 所有的指揮你有信心 全部都是找到丈夫 他就抓緊這個 到底這個人 沒有這樣說 是他這樣解釋 還是真的那個人這樣說 我不知道 所以 事實上很多姐妹沒有找到丈夫 他就說 他沒有信心 好了 接著他就說 我很有信心地求 但我始終沒有男朋友 沒有丈夫 所以我現在開始懷疑神了 我就覺得這個教導 真是很有問題 就是 將聖經去push到一個程度 就是說 就是 任何的情 我想要的東西 我想得到丈夫 我想得到什麼什麼 我如果有信心 我就會得到 有些人可能會這樣說 變成一個錯誤 因為聖經是說 有些人得不到什麼 因為他網求 他網求 他不是按照神的 是心意祈求 這樣的時候 就變成 有些人是跟聖經的抵觸 而跟從的 我們就要小心分辨 今天我們看幾個經文 是說到有不同的角度 神參與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亦都看到罪、邪靈的參與 我們就想大家找一個 即是將那些經文找一個位置 到底我們可以怎樣解釋這些經文 我們一起讀先 《約翁福音》十六章八節 這就是寶慧斯的上文說 寶慧斯就是聖靈的意思 寶慧斯本身就是 輔導者、幫助者的意思 好,一起讀一下 哈記六章 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襲備自己 這裡就說到聖靈來 就會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襲備自己 這個呢 如果我說完答案 你不用想的 問題就是 為何他會襲備自己 聖靈的參與是什麼 我現在提出問題 聖靈來到就會叫世人 他就會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襲備自己 那這個襲備是怎樣來的呢 聖靈如何參與呢 就是我想你討論的問題 聖靈是怎樣做功 以至人會去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襲備自己 發生什麼事呢 第二個經文 聖靈多前章十二章三節 所以我告訴你們 被神的靈感動的 不會有說耶穌是可奏座的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這裡講到 被神的靈感動不會說耶穌是可奏座的 如果是有耶穌的人 不會說耶穌是可奏座的 另一句是更加重要的 如果不是被聖靈感動 不會說耶穌是主的 一定是有聖靈感動 他才會說耶穌是主的 好了 到底裡面發生什麼事呢 為什麼他會稱耶穌為主 我們稱耶穌為主 我們覺得是我們自己稱的 主耶穌是你說的 不是聖靈代理說的 那怎樣聖靈感動你去說呢 到底神和人的工作是怎樣參與的 你拿到我的意思嗎 你信耶穌的時候 是你信還是聖靈信呢 是你信的 你認罪的時候是你信 你認罪因為聖靈認罪 但是聖靈如何參與 你的裡面 就是怎樣參與 你的心到底是 譬如船有摩打 摩打推就船 是吧 那你的心 是什麼推動你 是怎樣運行的 因為你有你的意志 是吧 那你又不是聽完 有時候 應該是最好聽完神話 不過的確有些人 又不是聽完神的話 那神有感動 那到底是怎樣運作的呢 就是我想大家去思想這個問題 好了 第三個經文 《菲律比書2章13》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身裏運行》 《唯要成就他的美意》 那這個呢 就說到人立志立 即是立心要做一件事 和走出來 立心和走出來 都是神在身裏運行 為了成就他的美意 即是他會決定 你今天會決定來 那你說明明是我決定來的 初頭還沒簽名 後來我還是想想想都來了 那麼呢 是 聖靈感動是怎樣發生的呢 即是 即是你覺得是你決定 初頭你可能 即是我假設的例子 本來你初頭打算是 不如今天休假一天 打算去做某些事 那後來呢 聖靈感動你 然後你怎樣運 即是怎樣神在裡面運行 即是怎樣運行 這裏有個字眼就是運行 是吧 又說到運行 神是怎樣運行的 其實上面也有說到運行 是感動的 是吧 馬太十六章二十三節 耶穌主我來對彼得船 撒但去我後面去怕 你是伴我腳的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體貼人的意思 這裏呢 就說到當彼得叫耶穌 不能在十字間的時候 耶穌就跟他說 撒但退我後面去怕 這裏呢 就變成了 就不是神參與了 這個就是誰參與 撒但在參與 影響著他 到底我們的心 是否兩道門 一 聖靈又入得 邪靈又入得 如何運作呢 即是大家去分析了解 可能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想起一個經文 大家的手機都可以搜尋經文 如果你不懂 可以問旁邊那個 搜尋 有一個經文 我想起某一個字 兩個字 搜尋 你可以找到 找到一個字 到底那個經文怎麼說呢 將它放在一起去研究 這個是我常常做的 譬如說 關於基督圖應該遵從神 我是在聖經搜尋了很多經文 從創世紀到啟事錄 一邊全部找 即是有些題目 以前那個時候 不是好像現在用電腦 我是用人手的 是用那些聖經類篇 一本書這樣貼來看 串珠 又不是串珠 串珠不是全部裂了 它將全部有那個詞 全部裂了出來 它又不是裂了整句 它裂了一句句 你看看整句去中 這麼做是看的 那時候 我是用很長的時間 載個搖 好的 佳香太書5Monster17節 一齊讀 因征慾我 聖凌相僧 聖凌和情慾相僧 1者兩個是彼此相敌 1者梨不kick 3者使命運不藍造 1者所願意做的 這裡就把我們講到了 情慾和聖靈在所有商僧 聖靈和情慾相僧 兩者彼此相敌 這裏所有的鍵詞和重點字 你可以鑒住重點字 使你不能做所願意 有一個相關的經文就是羅馬書七章說 立志為善而得我,只是行出來而不得我 在裡面有一個想法,想做好時有一個聚的論在影響他 我就想大家去討論這幾個經文 我就想大家分開三個三個組 我說完討論什麼先前,現在不要行動廚 三個三個一組 最好不要三個都是信主沒多久 認識聖經不是那麼多 三個你發覺你那組好像弱一些 你就找一提這組 你那組三個都很穩定 聖經熟得不得了 你就不要三個坐在一起 大家試一下怎麼做 我們要做什麼呢? 好,安靜,安靜 我們要在這個經文裡面研究什麼呢? 就是一方面從經文,一方面從我們的經驗 到底神是怎樣運作在我們裡面的? 即是怎樣運作,他怎樣會在我們裡面感動 怎樣運行,怎樣叫我們立志行事 是怎樣運行的? 你可能會有其他聖經的經文去想到 有些什麼經文呢? 可能會給你一些線索 亦可以分享實際上神是怎樣做功 然後你又去了解一下邪靈是怎樣做功 情慾是怎樣做功 然後你怎樣可以順復聖靈的聲音 怎樣不順復情慾的聲音和魔鬼的聲音 分別他們是怎樣運作 以及我們怎樣不給他邪靈和情慾的影響 而怎樣給神影響 以及人的本性 我們發覺我們有一個本性在那裡 有時候為什麼不肯聽話呢? 是本性不肯聽話,不是嗎? 人不肯聽話 那這件事怎樣搞呢? 即是這幾件事在運行中 我們的自我怎樣在這三件事影響之下 即是你站在中間好像三件事在拔你 在這裏感動你 三個聲音在跟你說話 那你怎樣去順復 而怎樣去處理這些呢? 那我就想大家 一方面就是怎樣運作一個理論 即是好像由聖經的經文 以及由我們個人的經歷去找出 到底是怎樣的? 有時候有些經文 有些是你可以由聖經支持到的理論 那就最好 有時候有些我們不能夠肯定 不過由聖經是應該有這樣的方法 即是你要分辨你所下的結論是什麼結論 譬如我講講在神學上下結論有幾種 第一種就是教義 教義是要有很多經文 很清楚解釋到的 這些是教義 譬如是救恩 基督徒的成長 聖經是有很多經文講完 怎樣做啊 怎樣得救啊 怎樣成長 這些是講完的 這些是教義 另外有些呢 我們不會列為教義的 是聖經裡面我們可以達到的結論 譬如有不同的人 對於有不同的事情 在聖經裡面看到 是不能夠一個很肯定的答案 但也有不同的可能性 譬如有很多時候 例如有說到 在耶穆裡面睡了的人 但聖經裡面說到 耶穆跟那個賊行 今天祂要跟那些落格了 那所以對於 基督徒死了之後 是怎樣的狀況呢 有兩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 一種看法就是 基督徒的靈魂上天堂 等候身體復活 另一種看法是靈魂在睡覺 這個比較多人覺得聖經來說 不是睡覺 睡覺只是指到身體睡覺 但當你加入一個教會 他不會叫你簽名 你是不是相信我們 有很多教義 而是有很多在聖經中達到的結論 譬如另一個討論的問題 到底審判的時候 基督徒所犯的罪是否全部封出來 還是全部不再紀念 自己有講到 頭於深海踏在腳下 東尼西有多遠 他離開我們也有多遠 因為講完之後才審判 你可以聽到一些經文說 凡人所說的閒話 必須被封出來 但也講到是不再紀念 又踏在腳下 所以呢 當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到底審判的時候 是否真的 逐個人把他所有一生的討論出來 是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所以在所有教會的教義 不會寫在基督所犯的罪 是會巨巨公出來 還是 耶穌就說 你全部的罪全面 只是那些好行為的紀念 我們當然是喜歡的 對於靈界的東西 到底是怎樣的呢 我們有些不太肯定的地方 我們在聖經可以研究 可以達到某些結論 這些我們不會列為教義 因為為什麼呢 它不是最肯定的 但是這個會幫助我們 譬如這個會幫助我們 會幫助我們去分別 到底是否聖經會支持 是這樣的 即聖經會支持 是這樣的 即是在聖經裡面 譬如關於千禧連國 到底是怎樣的 實際上是有困難 雖然我自己是有一個很清晰的 即是我覺得是有清晰的解釋 但是依然是有一些 有一個位置是不是很清晰的 那些簡選 亦都是有清晰的位置 和不是最清晰的位置 那這些呢 我們正在講簡選 的確也講簡選 但是裡面的細節 我們不是全部都知道的 所以在那些位置上 我們就不會列為教義 教義一定是有很清晰的經文 講出來 而通常來說 是對於我們的信仰 是最重要的 我們就列為教義 而我們也有很多 我們會去研究 譬如這裡 到底神在我們身邊 如何運行呢 我們去研究去了解 了解出來 就不會說放在教義裡面 但是這個是幫助我們 跟神的關係 幫助我們處理生命 即是在聖經裡面 即是說聖經沒有把所有的真理 全部都說出來 天內沒有說出來 但是我們可以去 怎樣呢 用聖經去找到 去形容天堂 可能形到某一個程度是準確的 但是再過呢 可能是一種虛側 即是我們不能夠肯定 因為聖經講到 受到之密 都等候得熟的日子 可以跟我們一起 分享這個神而女自由的榮耀 我們有一次查經查過這個 即他們都可以跟我們一起 分享神自由 神而女自由的榮耀 那你就會問這個問題 那在敬拜的時候 那些動物在我們旁邊 我們在敬拜呢 即是我們不會達到這個結論 我們不知是怎樣的 我們不需要達到這個結論 到底天堂是怎樣的 我們不需要達到這個結論 但是我們 聖經裡面是有的而且過 講到 受到之密都等候 和我們分享這個 但我們 去了解聖經 的而且過 是對於我們的 認識神 認識神的運作 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今次會研究這些 去了解更多聖經的解釋 OK 即是有幾個問題 如果我簡單地說 第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神是怎樣運作 我們既然有我們自己的自我 那我們有時候又覺得 是我決定的 到底神是怎樣運作的呢 明明我決定今天來 有很多人覺得 我華信主 到底 聖靈的感動是怎樣發生的呢 即是我和聖靈的工作 是怎樣合在一起的 是怎樣運作的 而第二就是 邪靈和罪 情慾是怎樣運作的 然後我們怎樣處理這個實際 怎樣處理聖靈的感動 和處理情慾和邪靈的感動 第一他們是怎樣運作的 總之聖靈的工作 如何在我們裏面做事 聖經又說我們是神運行 叫我們立志行事 但是又看一件事 有一個問題就是 是否所有立志都是神造工呢 肯定不是 因為為甚麼 比特的例子就不是 當比特叫耶穌不要去 十字架 這決定肯定不是聖靈運行 所以有些的立志就是聖靈運行 有些做的就是聖靈運行 有些就不是的 那我們怎樣去分辨呢 拿到嗎 大家拿到嗎 拿不到 所以要討論 第一是神怎樣運作 第二是聖靈運作 第二是聖靈運作 你聽了 這個我 和聖靈 這兩個是怎樣 interact 怎樣運作的 明明是你立志 但是為何是神立志 即是神感動你立志 第二是在裡面運行 是怎樣運作的 那你由這些經文和其他經文去討論 亦都可以由你個人的經驗去討論 去明白這件事 第一就是聖靈 這裡講到有叫我們知序 叫我們信主 和我們立志行事是怎樣運作的 然後就是邪靈和情慾是怎樣運作的 第一就是怎樣運作 和那個關係是怎樣的 第二就是我們怎樣處理這些 聖靈給我們感動 和邪力和情慾給我們感動 大家看不看得到嗎 第一就是它怎樣運作 在我們裡面 這個我和聖靈怎樣交流 是怎樣運作的 有些聖靈是有很清晰的教導的 亦都由我們個人經驗裡面 你是可以講得出 如果你覺得 我很難去進入一種很高度的思考 你就由你的個人經驗去分享 另外補充的經文 是以不所說 以章以折 講到現今在伏逆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就是講到原來邪靈 其實就是在不信的人當中運行 即是不信的人就有邪靈運行 那麽問題就是這樣 運行是否代表邪靈充滿 邪靈負體呢 這個又未必 因為邪靈負體 邪靈有一個特色 和聖靈不同 邪靈的特色就是它是控制的 邪靈是控制的 神就是感動 雖然在聖靈充滿的時候 這個人很澎湃 他會大笑大笑 但他都可以禁制 他可以收制 而他繼續聖靈充滿的時候 通常都不會失控 根本在他初經歷的時候 有時候好像失控 但其實他都可以自願性去停止 即是說 神本身是給人有自由的 所以去天堂是自由的 雖然人是會很自願地跟從神 但魔鬼是不同的 就是會控制 所以大家會看到 譬如家裡不能吵架 為甚麼呢 因為家裡有很多魔鬼的作品 魔鬼的性格 當人被魔鬼影響 他就會常常想控制 想罵人 想要人家怎麼用 這就是魔鬼的特色 先說到 在佈奕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到底 運行的邪靈是邪靈附體 或影響呢 即是有不同的 附體是甚麼意思呢 我們的確見過很多人 有邪靈附體 去到甚麼程度呢 他會說話說不到 跟我們祈禱 祈禱不做不到 身體會受控制 即一說邪靈 立即有反應 有些人入口 有些人嚴重 甚至上不下班 他經常被鬼控制 這種嚴重的情況 這就是邪靈附體 而且很多人 沒有信耶穌 都不是邪靈附體到那個程度 即是完全失控 那種程度 就是他連他的意志 和身體都被邪靈掌管 即是入到這個程度 但是所有人 未信耶穌 他的思想意志 其實是被魔鬼影響的 但也都影響各個不同 譬如有些人 很明顯 那些怒氣 是掌管得很厲害 負面情緒掌管得很厲害 他的罪性情 掌管得很厲害 亦都看到的原因 就是那些人 當他犯罪得多 他那種罪性更加強 和他那種失控的程度更加強 他那種要掌控人的心 亦都更加強 即是說 原來未信耶穌的時候 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我再問的問題 就是到底我們是否封閉的系統 即是說 我們這個人 是否和我們的靈 和邪靈和聖靈 是否好像隔開那樣 其實根據這個經文 那些人 什麼時候都不是封閉的 即是完全都是疏通的 即是通通的 微信的時候 就邪靈進去 不過進去的程度 未必是很強 即是有些強 有些沒有那麼強 但始終他是 請說 死在罪惡破犯之中 即是他的確是被魔鬼控制 不過控制 有些去到身體 和他的意志都受影響 有些就只是他的思想 在罪惡裡面 好了 當他信耶穌之後 聖靈又可以進去他裡面影響他 所以聖靈裡面講到的經文 就是聖靈來到 就要叫他為罪為義為審 他自己雜憐自己 很多人都有這個經歷 其實這兩個經文 有限福音十六章八節 和高倫多慈珠十二章三節 是幫助我們告訴別人 你能否得救 為甚麼呢 若然福音十六章八節 就是當人如果經常都會知罪 知道我現在犯了誰 聖靈感動他 他會想離聚 就證明他是有神 聖靈住在他裡面 而且他會時時都 拔著耶穌 那種和馬太七章十一節不同 七章十一節就是 稱呼我主下主有的人 巴朗都對尊 都進天我為了 進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去信律 即是他們說信耶穌 不過夫叫耶穌 但他未必真的被耶穌掌管 有些人說信耶穌 他未必被耶穌掌管 但這裏所說 如果不是聖靈感動 沒有人說耶穌是主 就是說他真的被耶穌掌管 那些人 聖靈可以感動他之罪 我們發覺這是真實的 對嗎 我們真信耶穌的人 時時都會覺得 咦 我有罪了 我會悔改 對嗎 也同時裡面有一種心 我要捉住耶穌 我不要離開耶穌 我想跟從耶穌 即是說 當你一信主 又聽耶穌的話 聖靈就有一個通道 所以這個通道 你可以形容它 好像有些人說 靈界的人覺得很負面 靈界的門很負面 但亦都可以正面 因為神通進入這個人 他可以走一個通道 不過這個又有程度 因為有些人 跟神的聖靈那種通的程度很高度 可以領受儀仗 儀蒙 有些人都以為是王全道 他經常收到神的訊息 很快很容易 他都對人的靈很敏感 他會感受到人的靈 即是說 那個通道是去到一個高度的程度 高度程度 如果我形容 這個王全道 這個是另一個人 他的靈好像跟那個人 可以在這裡參與 他可以感受到他的靈 有些少許好像聖靈也會進去 他裡面 應該是聖靈進去 告訴王全道 我不知哪 有可能性就是 聖靈進去 就把訊息告訴王全道 可以 都不要緊 總之是會相通 讓我們看到 原來我們那種 跟神的相通程度很高度 而跟神相通也當然有程度 有些人在《哥林多前書6-17》說到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即是與主成為一靈 他就有一個高度 即是可以有高度的相通 或者緊緊相通 即有些人會緊緊跟神相通 所以我們每個跟神的相通 是有程度的 其實我謝孫所說 雖然是有一個理論 但喬佛也有經聞 有經聞支持 即是好像《善會記》上十章和十九章 說到那些先知門徒 他們如何與神相通 以至聖靈在運行 聖靈運行的程度 當喬佬一理 聖靈就可以馬上去感動他 即是那種相通程度 看得到是很高度的 好了 當我們知道這件事 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其實第一 就是知道原來 譬如一犯罪 或被魔鬼留地 例如彼得 他一叫耶穌不要去耶路撒冷 他就馬上被魔鬼留地 即是魔鬼馬上去影響他 聖經也說 信若情慾殺種 必從情慾收敗 信若情慾殺種 就被情慾影響我們 亦被魔鬼留地 就影響我們 即是我們不要想到 我們這麼封閉 因為這個系統 其實是很開通的 當一犯罪 魔鬼就很自由 去影響他 他亦都受到魔鬼影響 然後 當他聽神的話 越聽神 就發覺聖靈的工作 就越通透 越快之罪 越用靈土 就越是聖靈充滿 越容易被聖靈感動 這就給我們提示 千萬不要 隨意犯罪 覺得不要緊 他一定有後果 因為邪靈是很通透的 所以當你的心 譬如你家裡 在哭哭 在生氣 發脾氣 情緒影響 負面 想起人不要 埋怨 很多人都會覺得不要緊 其實在那時候 被魔鬼自由通透 其實你都會發覺 如果有些人每天都是這樣 他真的犯罪很容易 他自己都不自覺 基督徒也一樣有 即是很不自覺地 很容易犯罪 當我們明白 原來我們是一個 這麼開通的系統 不是封閉的系統 這麼疏通的系統 邪靈這麼容易影響 而同時 當這個人真的很親近神 聖靈可以影響他 但我們都經常發覺 一個原理 在普通情況是真 在神的境界都是真的 就是 建立就困難 撒毀就容易 即是你被魔鬼入 一下子就不能進 你想被聖靈充滿 是需要付出代價 處理生命 才能被聖靈充滿 所以這個 在教導來說 其實可以有很多經文 去支持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把我剛剛所說的 可以寫出來 找聖經去支持 因為聖經的確 不是好像我們三方八道 那樣 找聖經去支持 而是 這件事 就是一個 讓我們明白 我們和神的關係 和邪靈可能有的關係 是幫助我們認識 我們和靈界的關係 這是對於我們熟靈有幫助 不是單單去找些事情去想 這是對於我們熟靈上很大的鼓勵 就是犯罪 或者持續在罪中的破壞性 然後親近神 讓神的靈魂在我們裡面的 益處和幫助和力量 為何這麼多人這麼沒有力量 就是因為他和神的關係 不是那麼通 所以我們求主幫助我們能夠和神的靈 很自由通 那你就經常在一個喜樂狀態 如果你發覺你平日都是煩惱多 負面多 想世界的多 情慾的事多 就是你的生命 已經是被邪靈很容易影響到 即未必是邪靈附體 總之影響到他 所以這給我們一個提醒 就是活在罪中必有罪的後果 順弱情慾殺種必從情慾收敗壞 但如果順弱聖靈殺種 必從聖靈修永生 所以這些經文就讓我們看到 原來神 魔鬼可以參與神 可以參與這麼高的程度 亦都去到的程度就是你立之行事 也有程度 有些人 他一想 他一想到 都是祝福的 有些人一想 那個人真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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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環境真壞 有些人一想便會想這些 他裡面是比邪靈的影響多 他的罪聖靈影響多 但有些人一想 總是祝福的 他有困難 好 我們怎樣幫他 他不好 他對我們不好 我們怎樣幫他 總是用正面的方向 來祝福人 這就是聖靈很隨時 成為他習慣的 他一反應 已經是聖靈的反應 不是好像聖靈的反應 當我們了解的時候 我們就問自己 我到底是甚麼狀況呢 我可以給神更大的充滅 更大影響我們呢 我們說 情慾和邪靈 這是比較難分辨的 其實當你在情慾裡 邪靈就運作 但是 如果邪靈強 你就很容易看到 為什麼呢 你就很明顯看到邪靈的工作 但是 情慾和邪靈 是否一定成正比例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這樣說